麦克白是英国文学剧将威廉·莎士比亚的杰作之一 也是他最为著名的悲剧之一 这部戏剧以其深刻的人性描写 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和 精湛的语言艺术而闻名于世 麦克白讲述了一个野心勃勃 对苏格兰将军麦克白的故事 他在预言中得知自己将成为国王后 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被欲望和疯狂所驱使 最终走上了一条杀戮之路 莎士比亚通过麦克白深刻地探讨了权力 欲望和犯罪的主题 同时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罪恶的后果 主角麦克白的形象经历了 由一个尊重道德的战事 逐渐堕落为一个血腥的暴君的转变 他的内心受到贪婪和恐惧的蚕食 莎士比亚运用精湛的诗意语言和深刻的心理 描写塑造了麦克白中 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形象 他通过麦克白与他的妻子莱丁麦克白的关系 展现了夫妻之间复杂而纠结的情感 同时凸显了权力对他们的影响 剧中的女巫们预言了麦克白的命运 象征着命运力量的超然存在 麦克白深入探讨了权力的腐败 以及对个人意志的过度追求所带来的危险 麦克白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不择手段 然而最终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的罪行和疯狂使他沉浸于 内心的痛苦和孤独之中 作为一部戏剧 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不仅仅是一段故事 更是对人性和道德的深刻思考 它引发了关于权力野心和罪恶的广泛讨论 同时深入探索了个人选择与命运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对探索人性的复杂性 权力的堕落以及情节扭转的戏剧作品感兴趣 麦克白无疑是一本值得精读的书 它会带领你进入一个充满激情欲望和暴力的世界 同时让你反思人性的黑暗面和道德的边界